大家其实发现没有 在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个火锅 我们就不提它的名字 大家都会发现 它是以毛肚作为特色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菜市场里边 买的毛肚 回家你去涮过之后 会发现它的很硬 但是在他们这个店里边 你买的毛肚 涮了之后就会很嫩呢 其实大家都知不知道 在以前大概在十几年前 在中国曾经流行过 一个食品添加器 叫什么叫嫩肉粉 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 就是很多不会炒菜的人会发现 我在我的肉里边 加了点嫩肉粉之后 那么这个肉呢 即使是我们以前说 厨师要靠什么挂护啊 滑油啊 让这个肉保持着一个水嫩的状态 你即使不会做 你只要在里边加了嫩肉粉之后 那么这个肉呢 大多数都会变得嫩嫩的口感 所以它的名字叫嫩肉粉 其实嫩肉粉是什么 嫩肉粉就是一个保水剂 你只要肉里边的水分不流失 它的口感就是偏嫩的 所以说越生的牛肉 它的口感越嫩 牛肉越尖的老了 脱水程度越高 那就成牛肉干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水分在里面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火锅 这个毛肚火锅 它在它的毛肚的加工过程当中 就是使用了大量的嫩肉粉 然后让这个毛肚的一些蛋白质的特性 产生了一定量的改变 所以来看看这样一句话 大家天天这样的吃 只知道好吃 我们所吃的营养成分 又怎么会和以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家过于考虑什么呢 方便 过于考虑口感 而逐步逐步的失去了健康 所以我们这次新冠就会发现 四五十岁的人 甚至年轻人 出现新冠后遗症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高